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麦子学院的视频教程,我是讲师吕之华,本次将进行GSON入门的第五课的学习,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思维导图。 本课将讲解GSON和XML的转换,将分为三个小节,下载相关文件,从XML字符串转化为GSON对象,从GSON对象转化为XML字符串。 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就说到,GSON他的诞生多多少少就有一种要代替XML的意思,但是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完全能够代替XML,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那也因为如此,由于他们各自具有自己的优势,所以他们两种格式之间常常就需要进行相互的转换。 在网上我们可以搜索到很多种的转换的方法,在这里我们提供其中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要结合JQuery来使用。 JQuery是一种很常见的,几乎是必用的JavaSQL的一种函数库。 我们首先要下载JQuery,JQuery可以在这一个JQuery的官方网站这里下载。 在搜索到之后,在这个下载的页面这里,那么它有1.x版和2.x版下载哪一个都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下载2.1.4最新的这个版本。 下载之后呢,接下来要下载另外两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呢,要基于JQuery它才能够作用。 这两个文件呢,在json.cn这一个网站里。 那这个网站呢,我们在第二课的时候讲到,要解析这个格式是否正确的时候。 曾经用到过这个网站,在这个网站的Json组件这个网页里面,它提供了JQuery的两个插件。 json2.xml.js和xml2.json.js。 把这两个文件下载下来之后,把它与JQuery的,刚才我们下载的JQuery的2.1.4版本的那一个文件放到同一个文件夹下。 最后形成的格式是这样的。 那么把这三个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那么之后呢,我们新建一个网页文件。 在这个网页文件里面呢,分别的引用这三个文件。 这样引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接下来的代码中使用我们需要的,接下来需要讲解的那些函数了。 好,这是本课的一个准备过程。 那么,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讲解如何在xml和jsson这两者之间进行转换。 首先呢,我们讲解如何从x,一个,将一个xml的字母串转化成json的对象。 首先呢,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xml的字母串。 我们把它分为多行来写这一个字母串。 注意,分为多行写的时候,每一行的这个末尾要加一个加号,表示几个字母串相加。 现在写第二行。 我们写一个属性。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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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可以随便写的。 好,我们写一个 数组。 那么,xml里面是没有数组这个概念的。 它需要用多个相同的标签来表示这个数组。 好,那这就是一个符合xml定义的规则的它的一个字母串。 我们先在控制台输出一下。 好,来看一下它的结果。 好,那么这就是刚才的我们输入的那一个字母串。 接下来要把它转换为一个对象。 一个美元符号点xml2json。 把这一个xml的字母串作为参数传进来。 好,转换的结果复制给一个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呢,就是一个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好,我们得到了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是从刚才那一个xml字母串转化来的。 这个friends的数组也成功地转换为了java square对象中的这个数组。 这是一个java square的对象,它不是一个json的字母串。 json是一种,它是一个字母串。 字母串是符合json这种格式的。 我们在上前几节课的时候说到, 把一个java square对象转换为符合json格式的字母串的方法。 这个方法叫json.string,这是一个将它,将一个对象序列化的一个方法。 那如果我们要把一个xml字母串转换为json字母串, 我们还需要使用这个方法。 json字母串。 把这个obj放进去就行了。 json,我们把这个结果输出一下。 好,我们得到了一个符合json格式规范的这样一个字母串。 那么,通过这两个函数的联合起来使用呢, 我们就成功将一个xml的字母串转换为了json的字母串。 好,接下来我们讲如何将一个json对象转换成xml字母串。 首先,我们要输入一个java-square的对象。 首先,我们要输入一个java-square的对象。 好,现在假设它只有这两个属性,这是一个对象。 那方法也是很简单,一个美元符号点。 美元符号这个是jquare的内容了, 这个我们不详细的讲,熟记jquare的朋友一定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好,把这个函数返回的结果复制给xml这个变量,把它输出一下。 好,我们得到了一个xml的字母串。 看这个root这个属性呢,是这个函数为我们加上的。 然后把刚才两个变量也分别变成了带有标签的这种形式。 这是一个xml的字母串。 但是,我们说这一个java-square的对象里面, 它可能有一些,它的变量的值可能是函数, 可能是数主,可能是对象, 也可能是一些像undefined,num这些,这样特殊的值。 那么,在有这些值出现的时候, 它转换为xml的字母串,会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它是会怎么样把我们转换。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对象, 在这个对象里面又有对象。 好,这是表示一个人的母亲的信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转换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它为我们加了一个,从mother这里底下加了一个两个属性。 这是我们可以预见到的。 那如果是函数呢? 是函数的话,来看一下它会转换成什么样的值。 java-square的变量,这个对象的某个变量的值, 它是可以是函数的。 就是return1。 来看一下,这个函数它会转换成什么。 好,我们看到,它把这个函数原模原样的, 就直接写到了这个xml的标签属性里面。 再来看一下,如果是有些特殊的值, 它会怎么样。 比如说,nong, c, undefined, 这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值。 我们看到, 这一个b的这一个,是nong的这一个属性的, 它变成了一个只有结束标签的一种形式。 在undefined的这个值的时候, 它原模原样的就把undefined写出来了。 那这也是一个, 它的一种结果。 那请大家注意。 那通过这两个方法呢, 我们就很简单的, 就使得xml和json这两种格式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在网上呢, 还会有很多种别的函数库, 它都提供了这两种, 因为它本身不是特别难的内容, 这两种格式之间转换, 也是比较简单就能够实现的。 那大家可以寻找自己的方法, 我在这里提供的只是其中的一种。 大家可以把这两个方法, 比如说, 这个xml2json, 跟这一个json点这个序列化的这一个函数, 在一起的封装一下, 使得它能够从xml字符串转换为json字符串, 直接就一个函数就作用。 也可以大家可以自己封装一下。 好, 本次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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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